OK 兄弟们 大家好 今天大炮继续给兄弟们来解说一下 今后三条伞观战番的话 郭无情 郭无情的武装馆 对面的话 爱情的一个 番寸 爱情这个番寸呢 最近怎么又有点结巴呀 爱情这个 重新再来过 必须一次性说完 爱情这个番寸呢 他的打法是所有番寸里面 就是打得最凶的 就是只有他开局带这种什么 你公你懂吧 然后的话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比赛 观战番的话 因为上次开直播 郭无情的话来 咱们直播间他跟我说 特别喜欢咱们喷他 就是其实郭总的这个号也是操作手在操作 我们来看一下这把比赛 这把比赛的话 郭无情这边的话打得很稳 没有把宝宝出席 先接了一把罗汉 就一般情况下面 三个宝宝接罗汉 四个宝宝接罗汉都可以 那关家番这一把打得特别稳 对吧 三个宝宝就把罗汉给接好了 接好了 直接给宝宝打一把分关 分关的话 十回合 宝宝的话是有高级永恒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比赛 那第一把罗汉的话是关家番的一个经脉罗汉 那本身的话还有一把自身愤怒的一个罗汉 随手的话 那下一回合的话正餐出宝宝就行了 出完宝宝的话再接罗汉 对吧 正餐出宝宝 那下一回合的话接罗汉 接完罗汉的话再加分关 对吧 加完分关之后的话再偷久 偷久的话再接罗汉 比赛的话这一把有亲事 有罗汉的话还是不怕呀 那下一回合接罗汉 配处的话给左边顶个药 要先听对面的一个追资宝宝 不能让追资宝宝干扰关家番的宝宝输出 对吧 接罗汉 打得很稳 配处的话给左边顶个药 对面非常忌惮 关家番这种分关呢 三害高啊 我跟你说有罗汉不怕 对面B的一包根差一点点没有死 大难不死必有后福 我跟你说 兄弟们说一下 下一回合观战番 加分关就行了 因为这一回合的话宝宝顶了个药 下一回合加分关 这两领鞋分关都可以 配处再给左边顶个药 OK 这边的话也是十回合 两个分关的宝宝酸鬼拍门 这个节奏没有问题 对面这个宝宝的话 这一把伤害拍过来有点不舒服 就这一把宝宝死了 有点亏啊 对面出暗暴了呀 我感觉什么壁雷打壁雷 一把能拍三千啊 这个时候关战番的话就要做 要做决定了 对面的话出了个先进七发 输出最大化 武装冠 不管是武装冠还是其他冲洗啊 打PK的话就怕破阵 关战番的话 选择出天下第一顺 瞬机这个东西的话是把酸刃剑啊 就是你瞬机把对面瞬神了 真的是血亏啊 还好对面没有神 比赛的话第十回合 这个时候关战番 关战番没有罗 对面 对面这个壁雷击破 才还这么高啊 他这个壁雷击破 有问题啊 关战番的话选择给宝宝加赛安静齐 因为对面 他是没有那个高法凡的宝宝 先进七发的话 法术反应不高 物理反应高 就所以说 关战番的话 看一下有没有机会 可以换个地厅 我觉得关战番可以先清一下 对面的这个锥子宝宝 就这个壁雷击破啊 我觉得这个壁雷击破的话 三还高 对面的话判断到对面要出宝宝 对面的话出了个锥子宝宝 关战番出地厅 看一下那边更快 OK 那这把比赛 那对面这个锥子宝宝 比关战番地厅快 那这个比赛就打不了了 而且地厅的话 也不争气啊 我跟你说 那么说一下 其实关战番啊 这一把操作 说真的是没有问题 只是他对面这个壁雷击破 伤害太高了 就那一回合 把关战番的这个阵给破掉了 就那一回合没破阵 关战番下一回合 对吧 偷九再接一把罗汉 给前面这个宝宝 打一把正安令吉 两个分关 加正安令吉 对面就打不了了 对面分身 很聪明啊 对面分身 这个时候关战番宝宝 不敢破分身 你破分身的话 没有办法给自己的宝宝顶要 而且对面有追之宝宝赛 其实 风系打这个正会单胶赛的 这个模式 还是有点吃亏啊 就是你产生的 产生的两个宝宝 没有什么用 因为你有一个宝宝要顶要 对吧 有一个宝宝有分关的话 也没有什么用 因为对面有追之宝宝 对面的追之宝宝 会追你的 三害最高的宝宝 所以说最起码得两个宝宝有分关 才行 三个宝宝的话才算成型 就如果说 给郭总一个建议 如果说郭总要更新什么的话 就要更新那种 怎么进台壁垒击破 真的 就是没有那么容易被破阵 就可以了 其实宝宝的话 有没有壁垒力批都 无所谓 就是你这种宝宝 一旦有分关 有这样引擎之后的话 我跟兄弟们讲一下 就必得击破这个技能 跟丽皮划三都差不多了 就是武装怪的宝宝得站得住 宝宝站不住的话 容易被破阵 你这个阵摆不起来 就确实 风系不是特别好打 就有些兄弟说 那武装怪的话 为什么不封对面呢 我跟兄弟们说一下 打击回单教赛 封对面是没有用的 就是你封对面 我下一回合之间 对吧 宝宝开掉 一把分身分进去了 把我宝宝开掉 一把电就电了 就这么简单 就武装怪的打法只有是 对吧 罗汉拖久加分关 加自然力气这个打法 没有别的打法 因为本身人物是没有输出的 就算你封对面 就是对面也没输出 你也没有输出 就是宝宝拍宝宝 你不给宝宝加分关 加自然力气的话 也拍不动 就对面多赚一 就是对面多电一把 都是赚 关键分这一把 罗汉还是接得好 还是没有放弃 不过这个阵型的话 应该是摆不了了 应该这个阵的话 应该是摆不了阵 对面有个追子宝宝在 他这种追子宝宝 你看一下 你起站力气 我就追你 这把没有追 没有追中还行 对面的话 给追子宝宝顶要 你看一下 对面垫的也痛啊 垫宝宝垫 有罗汉垫3800 所以说到你宝宝没有进台的话 有点扛不住 他现在这个 剑回单胶赛跟以前不一样了 现在真的是都有硬件 真的 现在 反正 都是什么 15 16 加10的那个前排 都有硬件 都猛 比赛的话 23回合 这一把的话 跟在翻武装冠 打的可以 运气 不是那么好 那一回合 宝宝没有撑住 比赛的话 24回合 其实你看一下 观在翻封也封得准 就是你那种进台的宝宝 你只能够说 你进台的宝宝 专备有高级永恒炮 你进台的 你像这种 必得击破 进台啊 你如果说 你给进台打高级永恒的话 那个 就是你打5回5的话 就等于说宝宝少一个技能 就说成本太高 就是你进台的 必得击破的话 你如果说 你宝宝要戴套的话 那进台的话 得技能多才行 就所以说 这种现在 本身这种进台的 好宝宝也没有多少 就是你 你得要求宝宝技能多 对吧 才能够戴高级永恒套 也比较困难啊 实话实说 比赛的话 26回合 关在番的话 后排还有法帆凝死 那咱们下集再见 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